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大陆在一开始疫情解封的时候,以为民众会出现报复式的消费,结果报复式消费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放下了仇恨,不报复了。 不过却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群众虽然不报复式消费,但是除了报复社会。 对,而且现在在年轻人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叫做报复性存钱。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趋势。 那些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储蓄话题的标签, 例如存钱大作战、存钱打卡、存金斗等等。 近年兴起了一种社交文化,就是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面找一些存钱的搭子, 就是搭档伙伴,大家一起省钱,一起存钱。 他们在网络上组成了一个储蓄圈,确保成员坚持自己的目标。 节约措施包括在社区食堂吃饭。 这些食堂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是为老年人而开。 而且还有观点认为,年轻人用一种报复性的心态去储蓄。 他们认为中国年轻人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 他们被社会主义的铁拳无情反复地堆打,已经被堆地变成了一块薄铁。 本身是一块铁块,结果现在被堆得像金箔一样薄。 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以前的繁荣景象才能够恢复。 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看到前景。 我今天看到了一则新闻,感到十分震惊。 就是小红书在今年要裁员三成。 而且他们要把32岁的员工给解雇掉。 因为觉得他们老了。 中国人到了65岁才算是长者。 但是现在只到了32岁就已经被人显老。 要解雇。 找不到工作。 那他们能做什么?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所谓的希望只是到了30岁以下。 一开始是35岁。 在大陆35岁就已经很难找到工作。 那我们这些40多岁的岂不是要切负? 50多岁的就要注定要把自己的命交给国家。 把器官全部捐出去。 是不是这样? 现在这个社会竟然如此没有希望。 为什么会这样? 这当然是要从清零开始。 其实大陆的年轻人真的很惨。 因为他们活在谎言之中。 他们每天能接触到的都是谎言。 其中包括一种说法。 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不幸都是由英美外国势力。 以及日本人所造成的。 甘肃大火是日本人放的。 中国的经济不好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的打压。 不让中国发展。 不让中国好。 那实际上究竟是不是这样? 你开着一辆电瓶车上街。 被城管扣了起来。 罚你的钱。 被城管像生鱼似的摔在地上。 连小孩也一起摔。 是美国人指使他这么干的吗? 你的家被人拆迁。 你便宜被人逼迁。 是美国地产商要来中国买地。 是不是川普要过来建川普大厦? 当然不是。 欺压你们的。 搞得你们没饭吃的。 搞得你们去到医院的时候, 要用毕生的积蓄去治一个小病。 这是美国人干的吗? 其实刚刚相反。 美国人出钱出力帮你们建学校。 建医院。 北京的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建的。 中日友好医院是由日本出钱兴建的。 还有北京地铁。 还有上海的虹桥机场。 也是由日本人出钱兴建的。 中国的年轻人自打一出声就面对一些谎言。 这些谎言既不合理又矛盾。 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相信。 结果在相信了这些谎言之后, 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 首先就不会去怀疑是不是国家的问题。 然后不会是人出现问题, 而是人种出现问题。 结果最终他们被这个社会无情地出卖。 被他们热爱的祖国无情痛打的时候, 他们才会知道。 原来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错的。 马云第一次出国去澳洲。 到了那里之后, 他才发现, 全世界最需要拯救的。 最需要被解放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经常都在说要解放谁谁谁。 以为别人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结果原来水深火热的是我们。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未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当疫情大流行结束, 全世界都出现了报复性消费。 但是在中国却刚好相反。 年轻人开始了报复性存钱, 他们会每月设定最高储蓄目标。 但是现在很明显, 中共的经济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境。 原因是由一个人造成。 是政治原因。 最近内地有一个学者写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 看完全文最少要一个小时。 他用了很多种方式来分析。 但是偏偏却没有讲政治问题。 所以这篇文章是垃圾。 一文不值。 因为最根本的理由你不讲。 却在其他的方面去替共产党开脱。 这个经济结构。 那个矛盾。 那个产业重复。 如何空洞化。 这些全部都不是理由。 其实中国非常具备发展的前景。 只要共产党不要太干涉。 让人民去创造。 当然过程要是合法的。 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 中国人你只要放任给他们搞。 而不是什么都要限制的话。 他们会有很多让人惊喜的创作。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很差。 房地产市场崩溃。 连带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 财富效应消失。 所以消费者不敢花钱。 而青年的失业率也急升。 35岁就已经被人显老。 如果在35岁的时候没有工作。 你就一辈子都没法翻身。 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些舒适的工作。 当然。 挑泥挑粪这一类除外。 中国的民众对前景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尤其是年轻人。 因为他们是被铁拳打得最痛的一批。 他们在一出生的时候价值观非常正面。 中国凡事都要讲正能量。 什么都是正面。 但是当他们步入社会的时候才发现什么都是假的。 他从小到大所接触的东西。 所学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假的。 而对他们的伤害最大的偏偏就是在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现在的这些年轻人谁都不相信。 他们没有办法再相信自己。 大家知不知道流浪猫狗是怎样形成的。 那些流浪的猫和狗本身可能也有主人。 但是由于他对主人有无限的爱。 所以即便主人如何虐待他们。 他们也会对主人不离不弃。 打完了之后。 主人一喊他的名字。 他就又跑过去。 再经过反复的敲打。 反复的虐待。 就要把他置之死地的时候。 他才会觉醒。 然后被人抛弃。 称为流浪猫狗。 自此之后。 那些比较极端的流浪猫和狗。 就会对任何的人类都不再信任。 其实现在的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 就好像这些流浪的猫狗一样。 在最初几个月的时候。 觉得他可爱。 那时候未必会虐待。 但是在长大了之后。 就开始虐待。 中国人就类似于那些流浪猫狗的故事一样。 所以他们对国家没有信心。 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 他们只能够开始自救。 他们的自救。 是要努力地保护自己。 躺平。 不会跟你拼命。 因为他们很清楚。 就算是拼也没有机会。 在大陆你如果无权无视。 不是出身好。 不是有背景。 你根本没有机会成功。 但是现在不是在是大陆人可以创业的时间。 因为可以创业的机会已经全部被人垄断了。 所以现在暴富性存钱已经成为了经济大萧条的其中一环。 现在的情况其实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就已经出现过。 人们对前景没有信心。 花出去一块钱都会觉得没办法挣回来。 所以就疯狂地存钱。 疯狂地压缩消费。 人们都不愿意去花钱。 企业自然就赚不到钱。 企业赚不到钱就又要裁人。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而中国就是陷入这个循环。 而且规模比当年的美国要更大。 美国当年没有那么大的借贷。 没有那么大的负债。 没有那么重的利息开支。 现在据说中国人欠下了超过600万亿人民币的债务。 光是还利息一年就要还30万亿。 那怎么还? 根本就没有办法还。 只能够以债还债。 后果就是一辈子都还不完。 一直还到死都没法结束。 下一代要继续帮你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希望原因。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